我们印象官朋友大家好 记得唐力确呢 这一次搭邮轮105天呢 我们要环游世界为各位做报导 那在第11天呢 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 然后的话呢 从港口来到了市中心 大概呢 最少要发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那马来西亚呢 大家记得 它的交通是非常的涌举 因为本身的是没有地铁 因为它的人口也很多 那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呢 主要的话呢 是西红肥教 那目前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呢 就是呢 我们的国立马来西亚的这个清真寺 哇 在呢 这个清真寺呢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是非常的临近 现在的时间呢 是呢 6点57分 待会在7点15分的时候呢 他们呢 这个信徒呢 也都会来到呢 国立清真寺呢 他们要来这个祷告 大家看一下 在呢 这个巴生港呢 要来到呢 这个 吉隆坡 第一的方式就是叫计程车 那如果说你要叫GRAV的话 在巴生港是不容易叫到GRAV的 那还好在巴生港呢 它那边呢 有进程车的服务中心 那大概的话呢 就是马币140块 不过呢 不过呢 因为怕呢 回去邮轮的时候没有车子 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呢 跟司机谈 请他呢 带我们 走一走 那我们预定7点钟 最少要拍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要回到邮轮 再继续呢 我们的环游世界报道 你们知道吗 世界第一高的大楼呢 我们曾经呢 好看啪啪啪走 为各位采访过 就是在呢 这个杜拜 对不对 那你们知道吗 世界第二高大楼在哪里呢 来请看 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呢 像传统大哥大 它有一百一十八楼的大楼 就是世界呢 第二高的大楼 不过这个大楼呢 它目前的话呢 还没有对外开放了 那你马来西亚呢 其实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理解了 那马来西亚呢 它的天气基本上是热的 而且呢 来到了吉隆坡 你要记得 一定要带一个雨伞 因为呢 它呢 由于呢 接近四道 所以呢 它很容易呢 午后的一阵雨 不要淋得像洛 航吉 这是呢 还蛮特别的一个经验 那我们来再看看一下 来 在呢 这个马来西亚呢 国立清真室呢 它这个屋顶还蛮特别的 有没有看到这个屋顶 呈现的呢 像一道义的年花 非常的幽静 然后呢 他们呢 来了这个 朝拜的时候呢 通常他们呢 会脱鞋子 然后呢 会洗脚 代表呢 对呢 我们阿拉的敬重 然后 记得它目前的位置呢 在呢 环游世界 我们第十一天 马来西亚为你做的采访报道 我们阴影书文报跟好康啪啪啪首节目 下次见了 那您看旁边 还是有很多呢 这种呢 之前留下的服务喔 可以说是古色 古香 这个也是吉隆坡呢 它很有特色的地方 在这个城市 可以看到最现代 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古老的这些建筑啦 喜爱建筑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咯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拜拜